馬多夫當年呢 他是真的跟他所有金融界的朋友拿錢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詐騙之王 因為他詐騙金額高達 550億美刀USD 今天在台灣 碰到很多吸金案 詐騙案 然後各種的詐欺行為 其實他們背後的這個金流 吸引你的地方 都有至少三個共同點 歡迎收看今天才知道 我是夏韻芬 很多人都知道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很多的詐騙 但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談一下 詐騙中的王之王 好像他是始祖了 到底他是怎樣詐騙成功的 而且他被判刑 一判刑判150年 我們要好好了解一下 其中有什麼樣的伎倆 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先還一下我的好朋友 是我們瘋傳媒財經中心的 副總編輯周祈元 老周好 冰冰姐大家好 好,我們要跟大家來講 詐騙的王中之王 詐騙的始祖 應該就是Madoff了 對,現在很多詐騙集團 他就利用一些名人 然後他的名義照片都被盜用 什麼張學友、劉德華、世大天王 然後你能想像嗎 張學友傳簡訊給你講說 民間會長的是哪一支股票 但是其實我就搞不懂 很多人都會因為這樣受騙 對耶 好奇怪 我還有收過那個蔡明忠的 然後 這應該是最好笑的 還有什麼王文淵的 然後還有什麼蔡宏圖 就是這些財經名人的照片都被盜用 但是這些人 畢竟都還躲在鍵盤 躲在螢幕後面 對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馬多夫 Netflix 台面上的人 你曾經設計過一個海報 對 我覺得這張海報真的非常非常的傳神 就是一半是他真人的照片 一半是好像X光透視的照片 表示說這個人其實在他的皮像下面 其實有一些很不為人知的地方 那很多詐騙集團都是用電話 用簡訊 各種接觸你的方式 但馬多夫不一樣 馬多夫當年 他是真的跟他所有金融界的朋友拿錢 然後事後再證明 有非常來自一百多個國家 然後上萬人受害 然後包括非常多什麼 匯豐啊 野村控股啊 這些公司 還有王廚啊 對 還有一部分歐洲的貴族的錢 都被他拿了 但是那些人可能礙於臉面 不敢出來全部的指認他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詐騙之王 因為他詐騙金額高達 五百五十億美刀 US dollars 在那個15年前 2008年 他案情爆發的時候 15年前的五百五十億美金 真的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規模 跟流程 所以你剛講明目張膽 光明正大的 對 對不對 而且有很多這個 檯面上的大人物啊 對 而且大家心甘情願 這個是我的帳戶跟印帳 你就拿去用 用我的帳戶直接下單 沒有關係 錢不會流到你那邊 所以沒有金流的問題 就是哇 這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他確實是一個真實上演的 所以就連這個紀錄片也覺得 我拍完也覺得這是真的嗎 但這是真實發生的一個案情 那他的整個馬多夫的詐騙的流程背後啊 其實有一個人叫做哈利馬可波羅 哈利馬可波羅他寫了一本書 英文名字叫做 No one would listen 就是說沒有人會聽 其實馬可波羅跟他的幾個 避險基金同事 調查馬多夫的案情 調查了很久 而且他們像美國的 這個證監會呢 也檢舉很多次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美國證監會就是沒有 好好的深入去檢視 他們提出的所有的 英文叫Red Flag 就是紅旗 紅色的旗子 表示這個地方有問題 但他們提出了好幾個紅旗 我覺得當中呢 非常值得重視 其實今天在台灣碰到很多吸金案 詐騙案 然後各種的詐欺行為 用很多的名目說要事業投資 什麼投資新商品 然後群眾募資等等的名號 衛生士什麼 衛生士股票 然後一個新技術 其實他們背後的這個金流 吸引你的地方 都有至少三個共同點 我覺得從哈利馬可波羅的 書當中呢 就可以分拆 介紹一下馬多夫的幾個警訊 今天放在台灣 也是非常非常適用 第一個 他告訴你的報酬異常的高 如果你去看他整個話術的話 你會發現說 馬多夫的一年的報酬 他告訴你的報酬 列給你那張單子 一年大概都是12% 16% 你會說也沒有很高啊 你不要忘記 長期而言 全球資本市場以股市為利的話 年化報酬率大概是8% 也是比12%16%低 對 那他這個12%16% 每年幾乎都能夠創造出來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你也不知道他就宣布出了是什麼 他說 秘密 我來做 不能講 你負責收錢 你聽到這句話之後 很感興 對 你就乖乖的把錢交給他 但是如果我們回頭看的話 有一些年度真的所有的股票都不好啊 而且他說最初的話術呢 是說他在納斯達克100指數裡面呢 選擇30到35指成分 那表示說這些成分股是指數成分股 他的規模大到一個程度 大盤在下跌的時候 他是不可能聞風不動 但他卻能夠年年繳出 12%到16%的報酬率 異常高的報酬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 不管今天 馬杜甫已經死掉了 他在2021年的時候死掉了 但今天在台灣 還是有很多的投資的話術告訴你說 一年才賺30%而已 才賺 對 那你就回溯一下 過去20年台股金星 每一年賺最多的那一檔 對 報酬率是多少 嗯 這一點其實就能夠看穿很多的 假的事情 對 報酬率太高 高到一個不像話 對 太高之外呢 報酬很穩定 哦 嗯 他總是能夠給你正報酬 嗯 比如說在那本 阿里馬克波羅的書當中 嗯 在他最初調查 馬多夫的報酬當中啊 七年半的時間裡面 只有三個月賠錢 七年半是九十個月 嗯 九十個月裡面 只有三個月是賠錢的 嗯 我其實在工作過程中 認識蠻多 厉害基金經理人 不可思議吧 基金經理人 我們在投資市場這麼久了 對 我相信運芬姐 應該也知道很多 投資的高手 嗯 每一個人啊 其實就跟 哦華山派武當派一樣 他有他擅長的領域 很厲害那些做塑化 鋼鐵那些 大眾物資的股票的 嗯 經理人 他是做不來電子股的 嗯 電子股那個標法 他是沒有辦法判斷 對 但反之 非常會判斷電子股 月營收 嗯 哦 跟他新產品變化的人 嗯 對於那些需要報價 大眾商品的股票 嗯 一樣也是不在行 嗯 比如說兩年前的航運股 多少人根本看不懂 多少人都在底部生氣 然後都在頂部買進 那同樣的 他卻能夠在 無論這個大盤 怎麼變化的情況下 馬多夫都能夠給你一個 很穩定的報酬 嗯 他也超出不多 每個月來說的話 超出不多 每個月多大盤1% 嗯 1.5% 1.5% 你就會覺得 欸 你仔細去想 大盤子 嗯 對不對 怎麼那麼厲害 但是他卻 總是能夠創造這個績效 嗯 這也是一個相當奇怪的事情 嗯 還有一個 第三個 很危險的訊號 但一般人不容易發現 嗯 其實馬多夫他的本業 並不是基金經理 嗯 他是正確相關的造勢商 他是負責創造成交量的一個商人 然後他做的這個商品呢 他跟大家募的錢 沒有任何的產品介紹 嗯 甚至你不知道這是一檔什麼基金 你根本不知道馬多夫在幫人家操盤 嗯 因為他跟每一個 向他 提供資金的人說 你只要告訴人家說 我再幫你操盤 嗯 我就把你的錢推給你 嗯 你就跟高級校說拜拜 哦 聽到這句話就 不敢講了 你繼續操盤 反正我就默默賺我的 嗯 聽到這邊你有沒有覺得 很多 台灣的大片也都是如此 對 對 你不可以告訴我 不要問哦 不可以告訴家人 嗯 我是你的男朋友 哈哈哈哈 聽到這邊就覺得 欸那是怎麼問的 我們的關係 為什麼見不得光 對 對不對 或者產品 為什麼不能講 如果是感情 你一定會這樣問嘛 嗯 那為什麼金姐 你就好好好 你繼續抱 嗯 這是一個很利用人性弱點的一個高手 嗯 而且在此同時啊 大家都會說 他不可能造假 他不會騙我 不會不會 他是真的很厲害 嗯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造假的動機 這個馬格波羅 他也提到說 他除了是我剛才提到 造勢商 90年91年跟93年 嗯 他也當過納斯達克的主席 主席耶 他是納斯達克交易所 共同創辦的 這個當時的要角之一 嗯 這樣一個成功的商人 有名有利欸 對 我們看那個 那個周姓慈電影 我非常喜歡看周姓慈電影 私神 那個私神裡面 那個旁白介紹他 他高傲 但是他窄心忍厚 他萬名景仰 有點像這樣子 那你會覺得說 這樣一個金融業 已經有頭有臉的人 他不需要 他不可能騙我 他騙我幹嘛呢 嗯 他本來就有錢了 嗯 他就心甘情願的 把錢拿給他 嗯 結合了三個警訊 嗯 跟一個大家覺得 不可能騙我的一個心態 馬多夫的這個騙局呢 就很完美的成型 嗯 而且在 只有很少數的 避險金資金經理人 覺得有問題的情況下 嗯 他的錢還是 越稀越多 嗯 大家 金融業當時呢 碰到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心態 就是 馬克波羅也聽到 好幾個人都覺得 他的手法有問題 嗯 因為他用一個選擇權套利的方式 宣稱 他說我這個方式是什麼 我上面有買權 下面有賣權 嗯 表示說我都不會被疊 疊勢影響到 嗯嗯 然後我也不會 在漲勢當中缺席 嗯 但是稍微對選擇權有所了解的人 用他的方法去複製那30到35檔 那斯達克的成分股 嗯 你就會發現不管你怎麼選 不管這35檔到底是什麼股票 不太可能 每個月都賺錢 嗯 而且一年可以賺到12到16% 嗯 然後 這個相關 這個相關系數 也就是他選的這3035檔股票 嗯 跟整個納斯達克100指數 跟關聯性 嗯 竟然只有7% 嗯 這不可能 嗯 對 那 有一件事情 這些投資他的人都沒有做 反正我有賺錢 我就不囉嗦 對他都會遞給你一張類似對賬單 嗯 告訴你說 你的部位 是在多少錢的時候做的這個交易 嗯 這個這個吹哨者 馬格波羅就說 所有的的有錢人 竟然都天真到沒有做一件事情 嗯 你只要去看 比如說他宣稱一檔股票 在35到38塊之間做的交易 你只要去看 那斯達克的報價 嗯 當天他最高最低 是不是35到30 哦 連查證都不查證 連查證這麼簡單 反正有錢進來了 大概就不查證啦 你就會覺得說 因為這些交易很可能是 根本沒有報稅 對 所以有錢人 也不敢做這件事情 哦 見不得光的 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他的習近規模就越來越大 嗯 那2008年底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因為雷邁兄弟倒閉的關係 哦 整個市場是非常豐盛克力的 嗯 哦 這是美國歐巴馬政府 也緊急做了很多的 措施準備 馬多夫跟他的兒子 一到這件事情之後 嗯 他的兒子就去跟FBI舉報 那我去華爾街日報的資料部 特別找到當天的頭版 嗯 把他的頭版拿下來 就是說 華爾街頂級的交易員 被控 嗯 500億美元的詐欺 哦 50個Billion的Float 這是2008年 12月8號的報紙 嗯 哦 那 就非常非常震驚的一個消息 現在是他的兒子來舉報 對就除了 因為他們可能也怕 嗯 這個火會燒到自己 嗯 哦 所以這整個事情才會曝光 500億美元 嗯 的詐騙 哦 如果說你是自己不了解風險 你買了一些超過你風險承受度的 的一些當時的什麼MBS啊 嗯 刺激債這些東西 那也就罷了 嗯 但是 這麼有錢的人卻是被 一個看似 呃 非常無害的 嗯 同行給騙了 嗯 這件事情就導致了 他最後馬多夫啊 他就被判刑 這個是FBI的網頁 嗯 我就查了哦 Bernard Madoff Sentenced to 150 years in prison 嗯 就是150 150年 150年 就多重的一個 非常非常重 嗯 但他其實只做了大概13年左右 嗯 他2021年就因為 呃 身體內障就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最後就死掉了 嗯 那但是我覺得 他的晚年 就是在他被FBI拘捕了之後 嗯 其實過得很 不愉快 嗯 原因是因為 其實他的兩個兒子 被大眾懷疑 對 他們不可能不知嫌 因為他們 都是在大學一畢業之後 就到了爸爸的公司上班 嗯 然後呢 也都深度參與非常多日常的工作 嗯 所以全世界的人 甚至是那些 呃 這個被害的拖子人 都認為他們兩個兄弟 不可能不知道爸爸做什麼 嗯 所以後來啊 他的長子 就上吊自殺 嗯 他的這個赤子呢 他就因為癌症復發 嗯 也是在他之前就先一步離開了 然後他的老婆也跟他劃清界限 嗯 所以啊 我覺得馬多夫這件事情 呃 對他的家庭整個也是分崩離析了 嗯 也是 我不覺得他這樣子是很有收穫的一個人 尤其是所有的財富其實都跟他無關 嗯 所以他的晚年其實過得也蠻 呃 不愉快 但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蠻淒慘的 但是 都氣離子散了 對 但他在坐牢的時候啊 我就看到一個外店 我真的覺得 哇 這個人真的是腦筋實在太厲害了 嗯 他在坐牢的時候都能賺錢 真的 你真的是覺得 哇 他是 也許他是天生的生意人 對 哦 他怎麼賺錢呢 因為他實在太有名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嗯 老裡的人也都知道 嗯 他這些育友啊 就有人跟他攀關係 嗯 然後他很快的就找到一個人 替他洗衣服 嗯 然後呢 他又找到了一個門路 哦 去監獄裡面的販賣部 嗯 工作 嗯 然後呢 趁著這個工作的機會啊 就壟斷了監獄裡面這個 冬天很喜歡喝熱巧克力 Swiss Miss巧克力粉 他把監獄裡面所有進過的巧克力粉 全部吃下來 嗯 冬天的時候 就很冷 空虛寂寞 覺得冷 我想要喝一杯熱巧克力 那你就要跟馬托夫嘛 就連在坐牢150年的時候 他都可以找到用熱巧克力粉來賺錢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我怎麼說呢 他也許天生就是適合在 金錢這個行業當中打滾 只是 他無意間創造了一個 沒有辦法被所有人接受 跟原諒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在被審訊的時候 他說 投資人自己要有判斷的能力啊 我這個報酬率這麼不合理 大家應該要看出來啊 那難道是我一個人的錯嗎 他會用這樣子的方法來爭辯 我覺得他根本就沒有悔意的一個人 所以 所以面對詐欺的時候 我剛才提到那三個警訊 嗯 異常高的報酬率 異常穩定的報酬率 嗯 然後呢 幾乎不知道這個產品在做什麼 嗯 其實現在市面上 或者說你在網路 在社群上接觸到非常多的號召 對 不管B圈的 你可能也不熟悉 或者是未上市的 或什麼的 你可能都不知道的 對 不要說馬多夫了 其實 很多人日常接觸到都是這種東西 嗯 都真的要小心 好 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非常謝謝老周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甚至看待不會 很針對 好吧 你們可以